Hello,大家好,又是我Philip 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在香港拍過片走過山 所以我身邊已經有些人跟我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更新一下你行山的影片 因為你已經很久沒有出過行山片了 所以我今天走一條非常之短 亦都非常之簡單的路線 去滿足他的要求 這次沒錯,我又來到馬勾山這邊 但這次我要走的就是 金山樹木研踏徑 金山樹木研踏徑其實是一條很短的路線 我想一般一個多小時左右就可以走光了 快的話半小時多點應該也能走得遠 其實我之前有條片,不知道這邊還是這邊 會說我走另外一邊的路線 是走完這裏的四個水塘 九龍庫水塘、石尼貝水塘等那條路線 有興趣的可以按來看看 但是要去金山樹木研踏徑 怎樣都會經到其中一個水塘就是九龍庫水塘 如果有看我之前那條片 我一次過來,整個九龍庫水塘是乾塘 但是這次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次是漂亮很多很多 上次這個位置還在整,所以一片爛地 加上水塘乾了三分之二 所以風景就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大家看到現在水塘滿了很多 這邊又整好 所以整個風景就會漂亮很多 再看看後面這裏 由於水塘這邊的水比較滿 所以這裏看出去的水流就會急很多 如果有路可以走下去 可以拍照的話 下面拍照就會很漂亮 不過有些衛高我不會放那麼久 加上上次九龍庫水塘裡 我都留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次我就不會逗留太久 我現在就要直接上去研習境那邊 要走上去金山樹木研習境那邊 我們都是由右邊起點這個位置走上去 嘩,這次真的滿了很多水 我想無論哪個水塘都是 啊,糟糕了,拍照有沒有行山 拍照一走,開始有點累 但這裏有兩個分支 如果要走水塘的朋友 就由這裏直行 如果要上去樹木研習境那邊 就由這裏繼續走上去 對了,走這條路線呢 它旁邊好像這裏啊 或者半路呢 都會有很多長椅啊或者桌 給大家休息的 而且大家都看到這裏的梯級 其實都不算屬於很急的斜路來的 所以慢慢走,其實應該都不會太辛苦的 這裏有兩點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件事 這條路線的名字 金山樹木研習境 顧名思義 樹木研習境 最主要是給大家看看花花草草 或者昆蟲 所以大家想著 如果是要看景 這條路線呢 抱歉啦 這裏是會比較欠奉的 而第二件事呢 這條延習境呢 會有很多這些 告示牌 去說回你附近的樹木啊 植物啊 名字啊 特性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下次大家是 跟小朋友來走的話 就可以慢慢走 慢慢看看這些告示 順便學一下東西都不錯的 片段 原來不經不覺我走的這段路已經是慢慢下山的路段 即是上斜最辛苦的那段路只有開頭上來那一部分 之後全部的路都是平路 或者像現在慢慢下斜地走回到終點 算下時間這段路真的比我想像中短很多 因為我從開始到現在我走了短短做續 應該都是大約15至20分鐘左右 現在我算下去有機會走前面這些路位 而且下多一會大約10分鐘左右就會走完整條路線 走到這個位置有兩邊 應該要走哪邊呢 前面交遊地點不公燒烤 前面應該是休息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要走的就走左邊 不過進去看看前面的環境 看看會不會有些特別的東西看一看 這裡沒什麼特別的 一片空地 加一張桌子可以休息吃吃吃吃吃吃 不過這裡呢 上面沒什麼樹 而現在這裡這麼大片空地的話 真的可以拿來放 航拍機的降落點都可以 出來 我們就完結這邊 這個位置繼續走下去 我們繼續走出去 到現在 aula 體驗 積職 應該是大部份 到現在的電池 在到現在的電池 還有你們就去挑戰 到了這個位置 我們再來 Ever 大家走到這個位置見到涼亭和排列 意味著整個船目研習鏡已經走光了 我今天拍片連拍照 整條路線走了大約一個小時多一點 這樣便已經走光了 之後大家只需要沿著這條路走出去 那邊便會有巴士 落深水埗或其他市區的地方 好了,這次的影片便到這裏為止 因為這裏有很多猴子可以給我慢慢拍照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繼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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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